我觉得大家提到几个 就是今天我们是看的是片花 然后那些表情 啪啪扑面而来的时候 就人就会被有代入感 你是不是在这过程中 也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刚才那些脸 有被遗弃的老人院里面的老人 有最穷困的学生 在一个充满了 现代化教育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些出家维尼的 为什么我会哭 是因为我非常清楚 他们背后的故事 其实我并没有希望 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 在看到朱丹怎么样 我是希望能够透过我的视角 去看到真正的每一个人的自己 就是他们怎么在生活中在坚守 他们怎么努力地再向上 他们怎么在自己的小生命里面 努力让他绽放一些光芒 你知道很多里面感动我的 就是我经常在跟他聊完之后 他们的身世之后 他们特别淡然地说 然后所以我跟他说 我说你是一个好人 然后有一个是全世界 唯一一个大象医院 他的创始人 即使从小到大就生病 但他为了显示他的 我会觉得他在寻找生命的强大 他去照顾那些受伤的大象 然后他需要面临 非法分子的生命的威胁 他就随时准备好拿枪对他们 因为老是会有人放眼镜水 什么给他 我跟他聊完之后 他一直都很坚强 就特别萨的一个女人 我最后说 我说我有点心疼你 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 那种靠自己原发的生命力 在努力生活的人 因为我会觉得说 很多的精英分子 他们获得身边 是有很多优秀的资源的 他们是有可依靠的肩膀 从而让他们走得更高 但是很多很多的普通人 他们在生活当中 没有那些肩膀 他们有的就是最原始的生命的那种选择 我要做个抉择 对 所以我觉得你选的人 其实让我挺震撼的 就是这些人都带有某种的 一个普通人 正常命运中的不平凡 对 但是你怎么就一下 对这样的人的命运 产生这么大的好奇 去拍这个呢 我一直都好奇这些人 我相信那些最普通人生命里面 才有最强大的力量 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女人 但她在生命的抉择当中 每一次都做了一个她认为对的 她可以把我放给别的人去养 在生命最艰苦的时候 但她觉得说我要靠 我是她的妈妈 我不能放弃她 或说在很多人都负债累累的时候 她可以说这些跟我没有关系 但她会去承担那一些 所以我觉得 我的一步步的上来 是有太多的机遇 我很感恩这些机遇 所以我更心疼那些 没有被这些机遇眷顾的人 但得一直在存在的人